呼应这个系列的第一个视频 也就是关于斯图加特机场租车的视频 这次我们讲讲怎么还车 相对于租车,还车更简单些 在租车的时候,工作人员在单子上面画个圈 说这个P4停车场就是还车的地址 按着简单,心里觉得很没底 希望信息越具体越好 这个时候,用谷歌地图帮助很大 能搞清楚周围的环境 打开谷歌地图,找到车行指定的P4停车场 用图层方式来看,就能看到紧挨着的有多个停车场 有一个是普通的停车场 地上画着英文P 第二个才是给还车用的停车场 地上画得很清楚,是车加上一把钥匙 建筑上也有竖着的标志 很多汽车公司的车可以在这里还 如果不事先看清楚,只按GPS走的话 很可能不小心就会进入普通停车场 而不是车行要求的地方 顺便说一下,还车前要加满油 一般提车的时候是满油的 按协定,还车时也应该是满油的 我们在离机场最近的加油站加满油 免得路上时间长,又会消耗一部分油 如果租车行发现油没有加满,会收燃油费和手续费 这比自己去加油,只需花燃油费 当然要贵一些的 当然,你也可以事先买好加油服务 就不用担心这些了 我们顺利开进车库 却不知道该去哪儿 也没有指定的位置 停在哪儿好呢 要是怎么还 要回到租车的柜台去还吗 正在犹豫 几个员工向我们招手 原来,把车直接交给他们就行 事情一下子简化了 我们把钥匙交给他们 搬下行李,就离开了 还没有走出门口 就有员工追上来 还我们的手机 我们居然把手机落在了车上 手机是黑色的 车库又很暗 就没有注意到 可见那几个工作人员 在我们离开的时候 就迅速地查看了车里车外 幸亏工作人员有经验 有效率 之后一周 就会收到租车行的详细回单 和检查结果 像这里写着 vehicle 就是我们租的车 是奥迪Q2 这个油的level 就是满格的 8到8 然后下面写着 这个damage overview 就是关于车 它以前有什么样的状况 图上标志着 1 2 3 4 5 6 7 8 这几处 有损伤的地方 这减长结果是no damage 就是没有任何 外外的损伤 然后它还详细地列出呢 已经有的这些损伤 具体是什么样子的 比如说这是在车的 右尾部 在靠驾驶员的那一侧 它是划痕 然后大概有多大 就写得很详细了 然后再说说 这个车里面的设备 比如说导航 是不是都还好 都还正常 总之检查结果 就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也就不会在 额外交钱 到此为止 整个租车还车的详细过程 就报告完毕了 下面我再补充一下 旅行中的感受和经验 在德国旅游时 找卫生间方便吗 由于我带着小孩 我们还是很重视这个问题的 我的感觉是 各个城市不一样 旅游为主的城市 比如维尔茨堡 罗腾堡等 城市不大 游客多 卫生间多 而且免费 大城市如司图加特 则显得卫生间不够多 而且要收费 但可替代的方式也多 比如可以去博物馆 图书馆 再有 德国高速公路 是不是不限速 为德国高速不限速 早有耳闻 真正开的这些天车 感觉不限速的高速公路 占少数 大约也就三分之一吧 没有限速的牌子 经常是一条公路 开始有限速 开到路宽人少的地方 就不限速了 德国租车自驾体验怎么样 德国很适合租车自驾旅行 尤其去南方多个美丽的旅游城市 比如这次我们的浪漫之路的旅行 开始的第一天 从司图加特到卡尔夫 西尔绍 再到海德堡 还有一天是上午去的丁克尔斯比尔 下午去纳德林根 要不是开车 只坐火车和公交车 是不可能这么有效率的 再有 租车就可以住得 离昂贵的中心地段稍远一点 这样容易租到高质量 好价格的旅店 这里秀一下 这次旅行中最满意的民宿 我们住在丁克尔斯比尔附近的一个镇子里 离丁克尔斯比尔约十公里 我们从罗腾堡 开到那里 住了一晚上 第二天 上午去了丁克尔斯比尔 下午去了 纳德林根 这两个城市 再回来住第二个晚上 房间超级大 富士结构 装修精良 设备齐全又有品质 比自己家都舒服 没有就是 在德国容易租到物超所值的好车 我们本来租的是大众高尔夫 提到的是奥迪Q2 开得很爽 相对于车 感觉德国停车位小了点 德国人的停车技术好高啊 我们是相行见处 到这里 我们初次德国自驾旅行 就圆满结束了 希望我的分享 能够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感谢您的观看 再见啦